他在浙江经商二十几年 身家上亿 八年前不差钱的他 却突然跑到平均海拔 四千米以上的高原 再次创业 家人和朋友都觉得他太疯狂 我爸疯了 反正一直都是疯狂 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用八年时间去布局 同样的牛 他能卖出当地两倍的价格 2017年 休售额超过1.5亿人 带动当地牧民增收 看浙江的金锦伟 在青藏高原 与众不同的财富故事 欢迎收看制服经 今天的主人公名叫金锦伟 是浙江人 也是一个大家眼中的成功商人 可八年前 他突然跑到距离家乡 两千多公里的地方扎根下来 做起了牦牛生意 他用了八年时间 逐渐改变当地低效的传统模式 把当地五六千元一头的牦牛 最高卖出了一万八千元一头 而他去的地方 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 环境艰苦 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遭遇了恶劣天气 这是记者在采访途中 用手机拍下的一段画面 采访时已经是四月中旬 当地突降大雪 许多车被困在了半山腰 一只散养在山上的牦牛 也被牧民紧急赶下山 在南方四月已经春暖花开 可四月飞雪的天气 在当地是再平常不过的 就在拍摄过程中 这场大雪也让我们的记者 意外摔伤 腿部骨折 而让我们费尽这么多周折 也要采访的 就是这个叫金锦伟的人 在这里站着同胞的牛 最起码一百多的牛 我去看一下团牛 这些牦牛长期在野外放养 对人十分警惕 一直跟金锦伟保持距离 别看金锦伟抓牦牛不在行 可他在当地可以说 创造了一个传奇 在市场上 当地的牦牛一般只能卖到 五六千元一头 但在金锦伟收里 价格却能翻两到三倍 最高能卖到一万八千元一头 最少也能卖到一万元一头 2017年 他销售九制牦牛一万多头 销售额超过1.5亿元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九制县位于三江源生态保护区 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 在这些雪山下面 生活着高原特有的牦牛 在当地拥有它们 就等于拥有财富 主要这个一个是看脚 外衣上看脚 这个脚 这个腕后颜 这个成开 这个腕后颜 这个典型的九制牦牛 气形也特别漂亮 你看这个背也比较宽 这个比较宽 毛色你看也惨 这肚子也毛色惨 这是因为寒冷天气 保护它的心脏 然后这个像马一样 有中毛 中毛也比较长 对吧 这个也是 这个九制牦牛比较特殊 九制牦牛长得特殊 金金伟还要挑出更特殊的 到底什么样的牦牛 在金金伟手里 能卖到一万八千元一头呢 体型主要是黑色 你的花牛那不行 花牛就是三到四水的 这样的牦牛 金金伟今天是专门来挑 三到四岁的牦牛 而认牦牛的年龄 还有一个特殊的方法 可要想抓住一头牦牛 很不容易 好在宗巴帮忙 才终于捉住一头三岁的牦牛 怎么看出来是三岁 那一圈 两圈 三圈 牦牛脚上都有纹路 这些纹路就像树干的年轮一样 能看出牦牛的年龄 三圈就表示三到四岁 就是这样一头牦牛 金金伟能卖出当地市场上三倍的价格 就这个牛肉开发好 就说了应该在一万八左右 一万八 就是咱们还保守一点 就一万八左右 像这样一头三到四岁 青黑色的牦牛 能卖到一万八 而其他牦牛 一头也能卖到一万元以上 这在金金伟来之前 几乎从来没有过 金金伟是浙江金华人 考取了水电一级建造师 干了二十年水电工程 还包下了一个铜矿 身家上亿 可他却为了能把这里的牦牛卖出去 在高原藏区一待98年 最开始连家人和朋友都无法理解 我就疯了 我说真的其实不缺这个钱 我说那可必去搞这玩意 我当时也想不通 他们为什么自己在家里老家有失业 这个吃也不用愁 穿也不用愁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那这个原本对牦牛一窍不通的南方人 是如何一年卖出一万多头九制牦牛 其中百分之三十还卖到了一万八千元一头 实现年销售额1.5个亿 带动当地牧民增收的呢 这里是九制县所呼日麻乡的牧区 2010年作为上海原青企业 金经纬到这里考察项目 结束前他去了一个幕户家里 而当时的情景让他很受触动 一走进去什么都看完了 就没东西 就是一个锅罩 就用牛粪烧的锅罩 上面放了烧奶炸的糊 现在我们来我们自己很有约感 发现是我们很容易帮助他们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里咱们也是有山鸡 既可以帮助他们 我又同时帮助自己 能不能寻找那种山鸡 从牧民家里出来 县长就告诉金经纬 如果能把当地的牦牛产业做起来 肯定能赚钱 还能帮牧民增收 可在当时 虽然家家都养牦牛 但是大部分牦牛肉都是自家吃了 产生不了多少经济效益 而当地最爱的 就是制作成传统的风干牦牛肉 制作风干牦牛肉 先要把大块的生牦牛肉切成厚片 在岸台摆放整齐 每一片生肉的两面都撒上一层食盐 用手指抹匀 为了更入味 抹完后 叠在一起放置十分钟 最后挂在屋檐下或通风的室内 晾晒一个月就可以享用了 2010年金金伟到九智县时 当地的牦牛都是牧民自己宰杀 九智县还没有像样的牦牛加工企业 牦牛基本上只能在本地自产自销 这让金金伟看到了把牦牛卖到内地的商机 可九智县海拔高 年平均气温只有0.1摄氏度 几乎没有南方人愿意留下来办厂 那时候没有国家电网 基本上三天两头停电 因为这里有个小电站 很小的一个小电站 自己供给自己新城 那时候的话都是零下二十几度 三十度最冷的时候 就是相当冷的 你本身没有电 取暖 那时候取暖的话也没有 海拔高 条件也差 要留下来最大的问题是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金金伟思来想去 用一个危险动作测验了一下自己 当时他就做起了俯卧撑 平时能做三十几个 最后做了二十一个 哎呀明显这个气就传不上来 就好像是这个气就传不上来 这个心里就很梦 其实是不能做的 我现在想起来 能做二十一个俯卧撑 金金伟觉得身体没问题 2011年金金伟投资一千万 建起了当地第一家 牦牛屠宰加工厂 牦牛收来后 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 进行屠宰加工 三到四岁的牦牛是最嫩的 适合内地口味 就按部位精确封割成这样的产品 其中后腿上最嫩的部分 定价为六百元一斤 最便宜的也卖一百多元一斤 而当地更喜欢有嚼劲的 其余的牦牛肉就60元美金 批发给当地的经销商 像这个是黄瓜条 一头牛里面就这两块 那么我们价格呢 一般就六百块钱一斤 这个有多少 公斤多一点 一头多重的牛就这么一点点 一般一头牛一百公斤 那个就是露是一百公斤 就一百公斤的牛 对对 就这么一点点 高原的牦牛肉还有两个主要的特征 首先是纤维比较粗 这样一条一条的纹理特别明显 第二个特点就是牦牛的脂肪 牦牛的脂肪是黄色的 一般分三种 有白色的黄色的 有的是红色的 像黄色的红色的 一般像在高原 这种牦牛身上也具有 一般哪怕那牛一般都是白色一种 而金金伟正是利用牦牛肉的差异化 逐渐打开了内地市场 把一头牦牛卖出了上万元的价格 可内地吃惯了肉牛 牛肉价格一般才几十元一斤 上百元一斤的牦牛肉 怎么打开市场呢 金金伟想了两个办法 这是青海省的一个高原训练基地 运动员训练量大 通常需要更高品质的牛肉 而牦牛生活在高寒地区 能提供更多能量 一个来的以后就是 咱们的运动员的血红蛋白提高 然后是增强它的抗拥性 和身体的耐力性 金金伟正是抓住了 这个差异化市场 通过竞标 把九质牦牛卖到了上海 杭州 广州等内地体育局 和一些体育训练中心 金金伟的第二个办法 就是专门参加行业内的高规格展会 介绍牦牛肉的营养 和各种新颖的吃法 上百元一斤的牦牛肉 常常在展会上订购一空 由于九质牧区的生态好 牦牛品质高 金金伟又通过细分市场 逐渐打开了内地的销路 可到了2014年 让金金伟头疼的 不是怎么把牦牛卖出去 而是没有足够的牦牛可以加工 因为当地的牦牛都是天然放牧 只有每年六七月牧草茂盛的时候 才能涨标 八九十月才能集中收购屠宰 而其他时间就收不到牦牛 金金伟算了一笔账 按加工厂的能力 每年能加工六万头牦牛 可因为受季节性屠宰的限制 只能加工一万头左右 而每年长达六七个月的时间 工厂只能闲置 这让金金伟很头疼 你闲在这里是很难受的 因为钱也投出去了 回报以后就不能充分发挥 我做梦就想打破它 金金伟首先要做的 就是解决牦牛调标的问题 打破季节性出栏的限制 金金伟带记者来到距离九智县 四百多公里的贵南县 这里是青海省最大的农牧结合区 2015年金金伟投资五千万 建起了这个占地一百五十亩的 牦牛养殖场 又流转了三万亩土地 种草 他要给牦牛进行捕赐 今天牧民多吉才且 急着把自家的三十几头牦牛 拉来养殖场卖掉换钱 而现在这些牦牛正是掉标的时候 当地没有其他商贩愿意收牛 我们又挖春草去还买东西 急着用钱 原钱想卖卖不掉 到去八月十月 而金金伟正是要买这样的牦牛来捕赐 这些牦牛在草山放牧三年左右 以三千元一头的价格卖给金金伟 捕赐半年左右 这些牦牛就能卖到八九千元一头 你看 这个是咱们干进来的牛 就是百姓干送进来的牛 你看这个牛是在天乱放牧的 在草山上面的放牧的 这个也是三水主义的牛 它毛很干 很干干 也很弱小 就是瘦小 你看跟这个牛 跟那边的牛 这个同样是三水的牛 这就不一样了 这些牛是养了多久了 这些牛 咱们是养了四个多月了 就他们来的时候也跟这些牛一样 那肯定 因为它在草山上下来 草山下来肯定跟这个牛一样 纯放牧的牧牛不长标 关键原因之一就是严重缺乏蛋白质 2015年养殖场建好后 金金伟就找来技术人员研发博士的专用饲料 你闻一下一股酒香味的 这个草是一股酒香味的 那么咱们这个配料里面 都有这个阴麦草 还有披荆草 然后呢有些豌豆啊 在这里有玉米 发酵以后就产生有酒味了 就是益生菌啊 卫生物啊 不会多一些 对牛生长速度也特别有帮助 有了这样的专用饲料 纯放牧三年的牧牛经过半年补饲 体重就能从一百多公斤增加到三百多公斤 价格也能翻倍 可2015年刚开始养牦牛时 养殖场还是出现了意外 不断有小牛平白无故的死亡 现在快到牦牛集中吃食的时间 金金伟通常会在这个时候 观察两头特殊的牛 你看这个两个牛就特别的凶悍 重量也在九百公斤 也有野牛十分之一的基因 这些牛就跟它要保持距离 因为什么就是这两个牛比较凶悍 人家就不敢靠近它 金金伟说 这两头大牛称得上是这里的牛魔王 牦牛好斗 养在一个蓝色的牦牛 还要通过打斗分出地位 大牛的一举一动 都能让身旁的小牛吓退几步 甚至威胁到小牛的生命 他有的时候他就会欺负小牛 大牛跟小牛在一起 小牛就害怕了 害怕了以后 七八天可能不吃早 所以说他就饿死了 为了防止小牛饿死的情况再发生 现在一到牦牛集中进食的时候 金金伟就和员工加强巡逻 避免小牛受到威胁不吃食 可光买牦牛回来捕寺 仍然不能解决季节性收牛的问题 接下来金金伟又想了一个办法 正是这个办法让他一年多收了四千多头牦牛 2017年贵南养殖厂和酒制加工厂 总共销售牦牛一万四千多头 总销售额达到1.8亿元 然而记者在采访的时候 多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能说汉语吗 汉语也能听 一个都不懂 无论记者问什么 这位大叔都只能回答这一句 这让记者很无奈 当时金金伟找到牧民推广他的计划 可语言不通 金金伟就无法跟牧民交流 交流不了 他的计划就实施不下去 那么金金伟到底找牧民干什么呢 金金伟想的办法 就是让牧民把牧牛放在养殖厂托馆 托馆就是把牧民放牧 两到三岁的牧牛放到养殖厂补寺 半年后每头牧牛都能增重150公斤左右 这时牧民支付半年托馆费用 再按重量把牧牛卖给养殖厂 牧牛可以随时送来托馆 卖给养殖厂后就能按需出栏了 三到四个月我们就出一批 对吧 把这个钱又收回来 又出一批 又收回来出一批 一年就两点五次 托馆模式能让出栏量 从一年一次增加到一年2.5次 牧民也能多卖钱 可明明是双赢的好事 却在当地推行不下去 养殖厂没有呗 用来使 没相信的 我们支离位的时候 这个比喻长不长 人家不相信你 他为什么要给你 万一给你牛骗走了怎么办 这个他绝对不相信的 因为他把牛给你了 万一你跑了怎么办 当地祖祖辈辈都发木 怎么才能让他们接受新的养牛模式呢 金金伟找到了当地一个关键人物 他叫任亲家 是贵南县一家牦牛养殖合作社的理事长 合作社有200多户成员 在当地规模数一数二 最关键的是 他能流利地说普通话 当时金金伟就带任亲家来养殖场参观 请他帮忙在合作社推广托管模式 2016年初 任亲家说服了牧民 拉了60头牦牛来托管 到了5月 平均每头牦牛已经增重了120公斤 可金金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让他傻了眼 他就打电话来 他说要把牛拉走了 那我觉得很纳门 说好托管半年 合作社的社员却中途反悔了 金金伟赶紧找到任亲家了解原因 你看一般扎牦牛呢 大家也认为黑珍珠 那一般我们都是 这种黑色的比较好一点 当地的牦牛品种有好有坏 一般认为纯青黑色的最好 而当时牧民第一次送来托管的牦牛 就是因为品质不一 有的增重了100多公斤 而有的只增重了6-70公斤 牧民不乐意了 牛要拉走 托管费也不愿意结算 可如果就这样让牧民把牦牛拉走 要想继续推广新的养殖模式就更难了 金金伟跟任亲家商量后 决定不但免去托管费 还按增重后的重量买下这批牦牛 做了笔亏本买卖 最后我们还是吃亏一点 就是贴了14万块钱 他们也很满意 把这批牛就收下来了 因为我们也是为了长远考虑 因为既然来了 我们也是想长起扎根在这里 他们不理解 我们就要等待 自己亏了14万 让牧民赚钱 这件事在当地传开后 不仅任亲家的合作社 在2017年又送来了100多头优质牦牛 当地其他合作社和牧户 也自己找上门来 要求托管 牦牛托管给了合作社 牧民还可以外出上班挣工资 金金伟的养殖厂 就有十几名这样的员工 因为托管了牦牛 增加了收入 2017年 金金伟的贵南养殖厂和酒制加工厂 总共销售牦牛14000多头 全年总销售额达到1.8亿元 年底给当地牧民分红175万 国家对牦牛产业发展 这个应该是高度重视 正在组织相关上下 这个积极地编制 这个牦牛的扶贫标准 采访最后 经纪委说 想试试再做一次 当年那个危险动作 六个 七 八个 哎呀 哎呀 我也担心好了 我也担心好了 大家最后这个没问题 现在 也只能做个十个了 还要继续 为这片土地服务 咱们留下这片土地服务 采访的时候 记者一直好奇 金警伟为什么要选择 去那么苦寒的环境 再次创业呢 金警伟说 人一辈子不能停止奋斗 而选择干一件事情 就要干别人想不到的事 干别人不敢干的事 干长期积累 才能成功的事 经过八年的积累和布局 如今金警伟已经成为 数一数二的牦牛 养殖加工 销售大户 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 浏览查询 您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制服金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制服信息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大年初一一大早 后山的坟地里坐起来一个人 既然还没死 那就好好活 他在云南的深山里 寻找奇特财富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唐人一个 这是一个标准的小包 一个男人身上 究竟有怎样令人唏嘘的财富人生